大家好,这里是张杰财经观察 今天我们在聊三农话题当中 跟三农有不太有关的话题 因为聊了三农话题以后 对我们家,对有关人 以及某些人的历史 当然了,有抹黑有洗白 所以这个的话 有些话就不得不说到说到 对吧,因为这个事出来了以后 就有人跳出来了 第一个呢,他说我外公 他用什么,是赵九章的下场 什么叫下场啊 对吧,你两单一星的元勋 在文革当中罹难 然后叫下场 然后还有呢 有人又造出来了所谓的红色小将 还拿着U型锁 又游行 又去农场 又什么什么的 所以这样的话呢 你因为他这个抹黑啊 这歪曲啊 搞得有点多 所以有些话呢 不得不说一说 而且这个事呢 咱们应该这么讲 我外公呢 怎么着的话 也属于两单一星元勋 可以算呢 国家的英雄吧 等于是你呢 造谣抹黑贬损英烈 而且这个贬损英烈呢 不是说你简单的什么事 都是可以质疑的 你就跟当时呢 网上有人质疑这个雷锋啊 有人质疑狼牙山武壮事啊 实际上是一样的 因为他这个故事讲的是什么呢 关键是 谣言 这个才重要 而且呢 他关键讲的这个口径和用词啊 是当时呢 台湾的那拨人在用 而且他呢 跟我们还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比较特殊 为什么讲比较特殊呢 首先应该这么讲 你为什么洗白这事是有问题的 我外公的这件事 伟人不背这锅 红色小将也不背这个锅 我外公呢 不是在什么农场又这个又那个的 我外公去世的时候 科学院是军管的 科学院的历史写得非常清楚 而且呢 你看中国做两单一星啊 做这种非常重要的项目 是有特殊的 第一个是军管的 但是这军管完了以后啊 这就好巧不巧的故事来了 是什么呢 就我外公单位后来是在哪呢 是在陕西的长安县 所以我说我小时候中南山下嘛 长安县的旁边都是农村啊 而且呢 他在军管的情况下呢 是有军代表 所以说我外公什么什么下场的这个人啊 他就是陕西长安县那边的 而且呢 他给了某个军代表的儿子 什么杀了村妇八刀的做代理 所以你知道这个事怎么就这么巧呢 对吧 当年呢 我外公的505所 大家如果知道的话 505所在哪都知道 就在陕西长安县 我在陕西长安县是长到记事的时候的 所以对于这个农村嘛 在那时候陕北农村什么样 还是了解一下的 当时我们算是也说挨整的情况下 你在农村是什么状态都是知道的 所以这个人呢 他后来他还说了什么概念啊 说是你要什么报私仇啊 要干什么的 有仇要报啊 所以他这样是什么 他好多事他是知道的 当时我们外公我们挨斗的 是不是跟他有关 是不是里头的军代表 是不是在那什么的 实际上这事啊 不是他问我 是我问他了 像这样的人呢 还在网上胡说 贬损英烈该不该去处理 对吧 而我外公呢 为什么我说不是这个伟人 不是革命小将不背锅呢 其实大家可以看一下 其实我们家一直都是挺低调的 可以看一下呢 这个照片 看这个照片啊 这个照片可以跟大家讲 这个照片呢 是登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照片 最高国务会议里头 第一圈里头留个正脸的 那是我外公 坐在第一圈的其他人 大家都可以看看都是谁 都是常委 再在中间讲话的呢 是我们的伟人 我们再看看这个照片 你看了这个照片以后就知道 外公在这样的位置 然后呢 主席又请他去上天安门官礼 主席又有请天 你看对于红卫兵的这些小将们 实际上小将们的话呢 对于中国搞那个两三一星 当然也都是非常支持的了 对于主席要是有什么呢 立刻就执行到位 你就像陈景润那样的 马上就给你执行到位了 谁敢扣主席的东西啊 主席要请的官吏的东西敢扣吗 把这些呢 都要看很清楚 就是说这个锅啊 别叫红色小将杯 别叫伟人杯 所以在当时呢 搞卫星 搞两单一星 在中国的位置 在中国最高国务的位置 是相当的高的 不是像大家想的那样 而且呢 对搞两单一星这种事呢 革命小将是很支持的 而且呢 伟人有了什么呢 革命小将 那是圣旨 也就是说呢 你提到了像我外公 这个事啊 我外公呢 伟人 五一请了十一 还有请了天安门官礼 那天安门官礼 就是你想跟着这些 最高博物会照片上的 那些人 在天安门 都是可以见到伟人的 而且伟人呢 要说他是好人的话 你想革命小将会逗他吗 这不是简单的一个道理吗 所以这些人呢 事实上是 不是支持伟人的 喊着口号 但是呢 他并不支持伟人 这就是要跟大家讲的这真实的故事 他把这扣了以后 最后呢 人没了 尸骨无存 骨灰都没留下 然后呢 说他自杀了 而当时呢 周总理也说了 要把他保护起来 在保护起来的状态下 就是儿子没有 但是女儿女婿都不在身边 老伴也不在身边 然后人呢 就没了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而且当时呢 科学院搞卫星的 你看 郭永怀飞机失事了 然后呢 要同兵呢 说是被人打死了 打死的是什么 就是锐气直接打后脑 然后后头说是什么 人民群众什么等等 但是锐气打后脑呢 只判了一个15年 一个12年 在那还是文革后 你要知道 用锐气直接打后脑 是什么概念呢 这些肯定叫做 间接故意杀人 类似的 你看啊 当年著名的 有个刀下留人案 那都是小流氓 瞧瞧他女朋友 他把人家摁在那呢 脑袋往石头上撞 人死了 然后死刑 然后呢 到最高院复合 最后还要求死刑 所以在当年的这个过程下呀 在当年的特殊的条件下呢 文革的时候呢 你想想 现在大家都很清楚 美国的颜色革命 肯定要搞啊 对吧 那个文革的时候 你就没有美国特务破坏吗 你到底文革 有没有美国特务破坏 但是当初呢 确实是啊 文革中间有些极左的状态下呢 搞过了 搞过了以后呢 大家也不太相信了 什么都说是敌对势力 人家不太相信了 对吧 但是你现在回想起来 没有吗 完全没有 我不相信 然后呢 你看一下这伊朗的 搞核的科学家 都死于非命 基本上呢 大家现在都在参测 是美国特务干的 你看中国的这个科学院的 搞卫星的几个科学家 都是死于意外 到底是什么 其实在当时呢 好多人觉得 你看你说这有的 你肯定要抓什么什么的 当时其实不是那样 为什么呢 因为中美原来是敌对的 原来就是公开敌对的 对吧 就跟美国跟伊朗一样 跟朝鲜一样 后来呢 72年就缓和了 然后后来呢 就中美建交 就变成中美友好了 你友好了 这个互相之间 这个间谍也就 特务的就要另算了 所以好些事呢 你要知道 现在这种国际交往的复杂 但是呢 这国际交往的复杂啊 到了现在 有些话呢 不能有些人活着就胡说 为什么说不能有些人活着就胡说呢 本来这些话我们不想说的 因为老人都活着 好多老人都知道 然后呢 你说你张杰说多了呢 有可能说了 你这个就不是出于攻心 你说他有问题的时候呢 有的可能是叫报私仇 但是呢 你从向我们外公给国家做出那么样贡献 就算呢 你这个里头 对我外公的这种样的问题的话 这叫私仇 还叫国仇啊 对吧 咱们要讲讲这个话嘛 私仇还是国仇啊 是不是首先在国仇放在前头啊 然后这个当年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你在军管的条件下 为什么会斗 军管的是空军军管的 呃 当时呢 红卫兵可不是说 那个打黑五类的那些红卫兵啊 打黑五类的红卫兵呢 是可以教育好的 是另外一批 后来被判刑的 有些头头是被判刑的 然后呢 就叫做天派 天派的里头呢 这几个高校科学院是串联的 天派里头到 人民大学呢 就叫三红 三红呢 里头呢 当然在人大呢 人家斗了什么 斗了王若飞著名烈士的遗孀 当然了 他在这个整个高校啊 串联呢 斗了很多人 所以当时受的冲击啊 主要就是什么样的人在造反 大家要看清楚 叫三红 而且有些时候呢 说血统论是不对的 说传承论是很对的 很多你别看他很年轻 被他爸呢 就可能就发展成小特务 这是这样的状态啊 所以有些人呢 他没有参加首都的中学生红卫兵组织 人家参加的是三红 在三红的宣传队会吹喇叭 里头呢 走在前头又是会吹喇叭 那当然大家就记得他了 对吧 然后这样的人呢 因为你这个人的话 你知道我们军队啊 黑五类你都可以干点什么 但是你中间呢 你猜猜这里头 你想当年又有特务破坏 有干什么的 有点什么嫌疑的 干什么的 为什么叫混入军中的义分子 你要想明白 这义分子是怎么来的 不是说啊 你这个差别 不是说你是黑五类 你家是地主什么的 你家真是地主呢 你爸参加革命了 你爸的成分是地主 你的成分就变成红后了 是红五类了 你想好多老革命家 他原来家里头都是地主出身的 但也当革命 所以军队他不禁止 只是当时你招兵的时候呢 你要是黑五类 当然选不上你是另一回事 当然选上了你呢 不是政治问题 但这个义分子可不是这个回事啊 后来跟美国关系好了 但是你在这机要 当然有问题了 所以清除精神污染嘛 这是怎么回事 大家应该知道 就是清除精神污染 对吧 把这些事呢 都看一看 才明白好多事是怎么回事 有些事呢 老人还活着呢 对吧 那个不要胡说 这个事呢 大家就明白 这个世界 到底是什么样子 就是我们讲这个传承 讲家里 讲反对抹黑 你不要抹黑 到底呢 你原来干过什么 对吧 你跟美国有没有关系 咱们不知道 但是有些呢 大家还有些人有记忆的是知道的 社会呢 也是知道的 可能历史呢 到以后 多少年以后 可能会说一些这些事 大家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到底呢 该怎么着的 然后呢 咱们这是我外公的一些事 人家要抹黑嘛 然后呢 抹黑的时候 为什么这个遭遇啊 就因为我外公啊 人家也说了嘛 戴继桃的外甥 人家变成祖上了 然后戴继桃呢 说过攘外 比先安内 他说这话 他写这文章的时候 是在护法战争的时候 他护法战争是什么关系呢 他护法战争的时候 第一呢 他是孙中山的机谣秘书 帮孙中山提的 护法战争的时候提的 第二呢 他在当时呢 是宣扬马克思主义的 现在也知道 他是马克思主义 引入中国最早的人 当然后来呢 他这个话被蒋介石 引用的比较多 而且呢 戴继桃是个 坚定的民族主义者 也就是说 到了49年 宁肯自杀 也不出国 也不去台湾 是这么样的状态 共产党说他战犯 那他自杀 也不去 但是呢 他实际上支持了 我外公呢 就坚决的 要回到中国来 所以很多的 那个老科学家呢 也是看着我外公 能回来 就跟着回来了 你像这些什么 王干昌啊 千尾长啊 什么这一票的科学家 因为他当时 在中央研究院的时候 他的身份比较多 所以他那时候 那个造谣说你在什么 中央研究院工作过 干什么的 其实当时呢 他对我外公的这事 从来没有说过 他从中央研究院工作过 有什么问题 而且说呢 你拿美国的费用 又如何如何 但是可以跟大家讲 为什么他造谣啊 我外公是考上了 庚子赔款 但是我外公留学去的是 德国 不是美国 当年呢 德国比美国先进的多 就是德国的柏林地大的时候呢 什么爱因斯坦这些人 都在德国呢 不在美国呢 是这样的差别 所以的话呢 德国当时是明星 在二战前 美国呢 是二战后 他才发达的 所以二战前的时候呢 我外公后来去的是 德国流血 所以他就说 彻头彻尾的造谣 然后呢 这个谣是谁造的呢 台湾人造的 跟台湾人的说法一模一致 所以这个文案呢 多半就是台湾人给写的 所以为什么说 这种贬损英烈 就是台湾写的文案 其实有关部门的话 其实应该是严惩 是这样的状态 台湾人恨死他了 就是说当时蒋介石 让我外公走 我外公不走 跟蒋介石说 我们相信你能守得住上海 蒋介石说不出话来 然后蒋介石就跟 汤文博交代了一下 临撤的时候 一定要把外公带走 但是呢 当时呢 一个是我们党工程进展比较快 第二呢 我外公躲了起来 所以他就没带走 而是坚决的 要留在了大陆 就因为这个坚决的 要留在大陆呢 所以台湾后来一直在说 留在大陆的下场是什么 所以你这个人的话 说这个话 在说这种话的时候 就知道这些人是到底是什么 包括呢 你跟柯炫的造反派是什么关系 对吧 柯炫的造反派啊 其中有一个大家记得很清楚的 姓柳的 名字呢 可能大家都记不得 但是他说过一个名言 大家都记得 说什么名言呢 人家成为了一个梗 一个典故 就是说一般人都说啊 叫静妙 多磕头 少说话 让这姓柳的造反派一读啊 读成了什么 静妙多 磕头少 说话 整个呢 这个断句一断 意思反过来了 所以大家就都记住了他 是有这么个梗啊 所以这个事你就知道 在西安的 在北京的 还有呢 当时造反派呢 被打回家去 就是说 改革开放后呢 某些人被清理嘛 那回去了以后呢 他子女没准当小镇做题家 又考上来了的 你要明白是什么样的关系吗 对吧 咱就说讲一讲 实际上就是说 这些人 又出来了 你出来了以后 是什么样的情况 你们原来都是干嘛的 都是怎么串在一起的 怎么这样就事 到了这就只有说一说了 对吧 说到这些呢 说外公呢 其实在可以说说我爷爷 其实我爷爷呢 一直呢 都是比较低调的 我们家呢 实际上也是讲 加德加丰的传承 我爷爷呢 其实他自己的答案里都没有 但是你可以看到 那个革命家凌峰的答案 凌峰的履历里头是有的 当年呢 就是去考黄埔军校的时候 是和我爷爷一起去的 我爷爷那唐山嘛 唐山老仙嘛 都是受李大钊的影响 然后考上黄埔军校以后 因为组织需要 后来就流到了北方 是这样的状态 然后接着我爷爷在北大的时候呢 发生了918 918的时候 南下示威团的副团长 是我爷爷 然后当时也被抓过 然后抓过以后呢 等到抗日的时候 那就是回家抗日嘛 家里头呢 实际上也做了很多的付出 就是说他在抗日的时候 实际上是很坚决的 包括那时候129运动的时候呢 里头当时组织了 那指挥部就在我们家 当时林峰也在 这么样的状态啊 就是一直呢 第一个是坚持一个国家的理想 第二呢 我爷爷对这个矿业的贡献 在这个矿业呢 最早呢 临死的时候 他一直拿着一个报纸 这个报纸上啊 就是他47年的时候 在美国说中国能找到很多的石油 同时说 中国已经找到了一些油矿 而最早找油矿的呢 那三人组里头 一个是宋印 一个是铜城 一个是我爷爷张文勇三人 后来呢 才是别人 就是最早的找油矿的 是这三个人 就为了中国呢 找到了原子弹的油 然后同时呢 找石油 找石油呢 有关的也在介绍 我爷爷呢 在中国发现大青油田里头啊 是中国的科学院的排第一位的人 当时呢 主要的工作啊 科学院负责科学 地质部和石油部呢 一个是地质普查 一个呢 是短碳 这样的分工 然后科学院里头呢 负责科学的 我爷爷排在第一个 而当时呢 47年 他可以说这个石油 为什么中国能找到石油 而且全世界都觉得 中国是平游国的时候 他在说 他有他的理论的想法 他有他不同的 那理论的概念 而且呢 他为了找到这个石油啊 做了一个什么呢 实际上我们也是家族嘛 矿业世家的这些积累啊 做了中国最准确的 大地构造图和大地构造纲要 他在59年做的这个图 获得国家二等奖 那时候一等奖 事实上大青油田这样的 所以他那二等奖已经很高了 而且呢 这个里头 主要是这个二等奖 没几个人啊 就是他的主编 在这个状态下 为什么你能找到大青油田 大青油田呢 在日本打过的井的地方 你还要去再打 还要多转一百米 这是有理由有道理的 你这个大地构造图 实际上就是个矿胀的藏宝图 然后呢 为了把这图弄得很准确 其实那当年呢 也冒了生命危险 他其实52年的时候 就是西藏刚刚跟中国说 和平解放 他就去西藏 而且那时候去西藏呢 要骑着骡子去 然后有个加强连的解放军陪着 做警卫 他因为很多的地质构造 他的起点基准呢 要从西藏来 所以他要把这图做准 他就一定要去西藏 他去西藏呢 是冒着生命危险 因为他呢 早年得过肺结核 那那时候得的肺结核 没有抗生素的时候呢 那就是切肺 他的肺呢 被切了一半 你就想 现在好人去西藏 你都可以有危险呢 而且现在都是有车了 那时候呢 骑着骡子 就有一半的肺 去到西藏 做的这图 冒着生命危险做的 所以后来呢 他死的时候 也是冒着生命危险 去解决哪个地区的供水 因为你挖煤嘛 山西挖煤吧 地下水的水脉挖断了 一个城市就没水了 那要有好大的问题 解决这个城市的 找水的问题 然后呢 死于肺炎 因为他的肺本身就少 当时呢 他不该去的 包括这一段呢 在他的道辞呢 是华罗庚 做的道辞 那个道辞呢 登在人民日报上 所以他的这个贡献呢 所以他在科学家里的地位 比大家知道的要高 因为他是第一届 科学院的学部的主席团成员 你要知道 现在的院士呢 叫小院士 学部委员呢 叫大院士 学部委员上边呢 还有学部常委 学部主任 然后呢 是科学院的学部主席团 他在主席团里头 所以主席团里头 你可以看一下 都是什么王干昌啊 前三强啊 这样的最顶级的几个科学家 是这样的状态 所以他呢 是在科学上 是做了很多事的 而且呢 实际上我们家呢 坚持这个国家立场啊 坚持付出 都是很坚决的 就像现在说的 你一说起来 跟美国打 人家说了 你扛枪上去啊 对吧 其实现在呢 你跟美国打 肯定比抗美援朝的那时候 中国的胜算要多多了 当年呢 抗美援朝的时候 第一时间 你像我姑姑 我姨 都是参军的 就是我爷 把我姑姑呢 大概16岁 送去参军的 女孩为什么 让她去参军呢 因为我姑啊 会多门外语 你就想想那时候 中国外语人 才多齐缺嘛 对吧 我姑呢 会英语 德语 俄语 多门外语 跟联合国军打嘛 不光是说英语的啊 然后呢 你还跟俄国人联系嘛 会多门外语 而且呢 后来我姑姑说啊 她之后就是做机要 做接线嘛 因为各种的联系的接线 她做接线员 全军呢 电讯比武的第一名 然后再接着呢 她在这立过功 当时呢 我们只知道 她是立了个二等功 其实二等功呢 在那时候 她不是一线拿枪的 不是直接对面的话 二等功基本到顶了 大家如果在军队里知道 后来呢 她去世的时候呢 那个清华的航空航天学院的 党委书记念她档案到辞的时候 我们知道什么 她实际上呢 还参加过首届的工模会 当然你要知道 这个工模会能参加呢 那基本上都是一等功特政功 她的二等功为什么能参加呢 说的是发明创造 实际上是她脑子特别好 就像现在的说法呢 就是大数据 她记着各种样的接线的数据 然后呢 抓出了特务和间谍 也就是等于你在司令部 抓出了特务和间谍 下边你看影响到多少万人的生命的 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其实功劳非常大 虽然呢给她平的是二等功 但因为她这个功劳非常大呢 工模会让她参加了 就是对于中国呢 和美国 然后后来呢 战争结束后呢 靠到清华大学 在清华大学呢 搞过什么呢 什么工程机械啊 还有搞过工程力学啊 搞过精密仪器啦 固体力学啊 还有地质力学 她总共在清华呢 搞过五个专业 在这里头呢 得过四次国内的三等奖 参加过两次 那因为这两次不是排在前面 所以她后来呢 就是等于院士开始多评的时候 她已经就说到退休了 所以就后来 其实我姑姑也有可能 能评到院士一级的 她就是做了很多的工作 就是一直是 对于这个国家的感情和付出 你又包括我爸呢 前面的话呢 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嘛 是最早一批了 80年81年的样子 爱因斯坦在的 普林斯顿高研院 世界最顶级的 然后呢 也是回来支持国家 包括呢 我们的话当年呢 人家算计着你 想要呢 给你说 你给某个基金会合作 人家能支持你去美国顶级大学去留学 对吧 为什么你能拒绝 其实我爷爷去世的时候 我前面说了 他做中国的大地构造 做什么的 那就是城堡图 所以他的手稿 我奶奶就说嘛 美国人拿100万美金 你80年代中期100万美金是什么概念 所以你在后来的话 你说你给我留学的话 去哈佛的话 当时是一年3万6千美金 奖学金啊 在90年代初 你就想想这个状态 但是我们的80年代中期的时候 美国人给你100万美金 但是有些时候呢 你不能要 我们见过钱 见过诱惑 但是呢 这是国家和民族的事情 所以对于这个孩子呢 我们家讲的话 是传承 前面我们讲了很多诗书传家的事情 但中国的文化讲的是什么 道德传家是第一位的 是在诗书传家的前面 就是这个家德家风 怎么样子传给你下一代 怎么样子要坚持你这个道德 所以现在呢 很多人想找我的污点 包括我以前说的话 放大镜一样的去找 你知道你在家里头 要怎么去传承你这个家 怎么去讲这个道德的传家 为了这个国家和民族 有些是申请上是有原则的 要你脑袋你都不能干 更别说呢 给你什么利益 是这样的状态 就是面临了这些大是大非的时候 一定要有非常清楚的立场 所以有些时候呢 你只有你行的正 你说话才硬气 你对那些高级黑 你可以不怕戳脊梁骨了 去戳他的脊梁骨 是这样的问题 这个过程大家都看清楚 就知道的话 现在呢 到底什么一堆人在这抹黑你 在这说什么 是什么样的一个背景 你能立得住 这才是这个问题的关键 我们讲三农 为什么讲这个农 因为他这些人的话 抹黑你抹了很多了 本来不想说这些事 但是呢 被你们这下弄的呢 你不得不说一下 让大家知道一下这个过程 知道一下呢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谢谢大家 本期话题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